莲芸港的花果山是吴承恩和西游记最后一场戏的拍摄地 看起来拍摄过程和普通的电视剧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记者发现这里的上山台阶要比一般的石阶高许多 那么如果立体部分的话可能一些景物啊前景啊或者众深感也比较强 比如在树林里头啊或者在竹林里头或者在山的前面有一些港啊 为了制造众深感更强的效果 剧组特地选择了石阶较高的外景地 而营造腾云价物特效的调威亚在立体电视剧这个要求面前也变得异常新突起来 因为因为我们这是一部立体电视剧需要的那个视觉冲击比较大 所以我们的威亚都比平常的威亚要高 荡位也要比平时的荡位要远 所以拍起来其实是很难的 在摄影棚里我们看到这里的威亚高度要比一般的武侠片要高得多 就连三次扮演过孙悟空的六小灵童也不能轻易过关 在立体电视中大到腾云价物小到一根猴毛都会让观众有如临其境的感受 别看一根猴毛毫不起眼背后却也大有文章 为了体现孙悟空迎风飘动的猴毛巨大的电风扇可是派上了用场 不过这么一来演员就更辛苦了 这个阵势就连习惯在树上飞来飞去的猴子也有些紧张的难以控制了 我跟他拍了几个月的戏 好朋友我也被他咬了很多次 剧组经过半年多的敖战 最后在吴承恩的家乡淮安杀青 整个后期制作要历经半年 在各种高科技的后期加工之后 内地首部立体电视剧就将和观众见面 东方新娱乐淮安采访报道 再来关注一部电视剧东暖寒碧院